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鱼醉》 长书新原著 光合积木之作 起点中文网 喜马拉雅 联合荣誉出品 第123集 莫四海接到了前方的彩信 两车分离 看得他皱了皱眉 在走私这个行囊里 他混了也不止一天两天了 而像于小二兄弟这么有心计 不断推陈出新的速度 还是挺让他惊讶的 惊讶归惊讶 明显这位莫兄弟心里有事 他收回了前方的人手 从唐都公寓启程 驶了一百多公里到了阳城市 在市区游逛了好远 最后才和要街头的人到了一起 是焦涛 两个人貌似闲事的 就在地摊的大排档边 坐了不多会 一杯啤酒的功夫 各自上路了 莫四海很意外地 独自驾车到了机场 而焦涛则是指使 加世利公司 接上了副国生 沈嘉文两个人 阳城这个大都市 注重夜生活 从晚饭开始 连吃待喝待嗨 有时候要玩到凌晨 三人一行 在一个地道的 越东风味的酒楼前 停下了车 向肖下的客人 悠哉悠哉地吃上 这一切都落在了 监视外勤的眼中 每天生活的轨迹 去哪了 干什么了 见什么人了 在什么地方待了多长时间 甚至于吃的什么 都会详细记录或者是录像 这几个嫌疑人 已经被提高到了 前所未有的高度 不在公司的时间里 很多汇报都是实时进行的 前方直勤的王武为 把这个地点的摄像发回去时 正端着盒饭吃着的林雨静 检索着录像 许平秋进来了 他放下盒饭 赶紧起立 可不料后进来的杜力财 也端着一盒盒饭 多了一份烧鹅 准备一起吃 大家坐下来吃饭的时候 话题又聊到了案情上 林雨静随手把今天的记录 递给许平秋 许平秋边吃边看着 脸上慢慢浮起了笑意 放下记录时 他笑着问两位属下 你们发现没有啊 他们快跟上我们的节奏了 杜力财拿着看了看 没看出什么来 林雨静也摇摇头 感觉记录和平时 没什么两样 发回来的照片是吃饭 人家就天天在一块 根本看不出什么异样来 有吗 你们今天的诡计 走私闯关 货交到莫四海手上 然后咱们的外情发现 莫四海派人跟踪了 之后两车分离 包袱回了万寝 莫四海就驱车到阳城 见了焦涛 然后焦涛又和傅国生 沈家门一块吃晚饭 你们觉得这个很正常 这 这都是再正常不过的发现啊 这里边有什么不正常啊 他们在试探 对 试探 也就是说正朝之后 他们不敢马上把运输任务 交给这个强势上尉的新人 因为这个人给他的 不确定因素太多 许初啊 这我就不懂了 既然强势上尉会引起这么多顾虑 那为什么还要让包袱 做掉正朝取而代之呢 你这样考虑啊 正朝倒了 如果万寝 新肯尼带走私运货的几家 我指的是 和莫四海有联系的几家 多多少少出点故障 你说他们的首选目标 会是谁 再说 这个样子把正朝控制起来 绝对是个最好的演示 逼着莫四海跟咱们合作啊 让他主动把证据交到咱们手里 就是这个思路 不要质疑 这个计划不是我做的 不过 我同意 杜丽才和林雨静都知道计划出自于谁 肯定是余罪 许平秋这么支持 让两个人有点想不通了 许平秋见刚才补充的不起笑 继续笑着补充的 现在凡是和莫四海有关联的运输户 多多少少都出了点问题 你们说在一个优秀的新人和平凡出世的老人之间 他们会选择谁呢 二选一 前者的可能性很大 可这其中 不确定因素还是太大了 这个计划 胃口很大 比我的胃口大 你们吃啊 来来来吃吃 今天的菜不错 你们一定会有胃口的 许平秋这边在吃 另一边也在吃 不过胃口就没那么好了 沈家闻在浅针 偶尔只是戳一口 明显心不在焉 傅国生虽然吃着 但也是点缀似的尝尝 两个人都被焦涛的话听得入神 焦涛言毙 傅国生惊讶地说 这还没几天 雪球都滚这么大了 比你想着大 于小二这家伙又损又黑 抢了老毛 岔嘴 于仔几家的生意 谁不服 他就带一波打砸抢的找着干架 那不像咱们这儿 仗着人多撞声势 他们是专下黑手 几家过来 马仔都吓跑了 看来我们培养的这个人 快驾驭不住了 傅国生听着 眼睛好声迷茫 他不自然地想起了 尖仓里那个于小二 在发怒的时候 把一仓人吓得筋若寒蝉 这倒很像他的风格 尖仓里那一次 是他最恐惧 和离死亡最近的一次 直到现在想起来 仍然是心有余悸 他不确定地看了 沈家文一眼 沈家文笑了笑 好像是你的功劳 我是想让他治理门户 多开支善业多个选择 可谁知他把郑朝给吞了 一家独大 对了 郑朝可有消息 没有 我查了几个看守所 派出所 还让认识的帮过忙 根本没有尽过这个人 应该不是被警察抓走了 今天莫斯海 文一笑二 他说保证我们以后 见不到郑朝了 这个说一早 不会是谋财害命 把郑朝做了吧 傅国生心跳加速 想想郑朝刚到手的 那笔巨额运费 很有可能 毕竟于小二招兵买马 肯定需要钱 傅国生又一次 不确定地看着沈家文 沈家文抿了一口香槟 笑着说 我倒觉得 这是位能成大事的人 小桃你说呢 就把回头 把咱们也给做了 这个似乎不是担心的事 傅国生和沈家文都笑了 能把货源 销路 客户联系到一起 可不是一个土鳖 能完成的事 但问题是 这个土鳖 敢不敢用 能不能用 怕不怕出事 是关键 当然现在不怕 这土鳖出身有问题 就怕人家建材起义 连货私吞了 货有问题吗 没问题 还算老实 没动过咱们的货 郑朝试了两回 信誉还算勉强 但这试水的货量 可就少多了 傅国生现在觉得自己 倒是有点过滤了 要是这两次闯关 都是自己的实在货 利润足够他数着钱笑了 就在这种摇摆不定中 私存时 不经意间 沈家文放下了杯子 对焦涛说了一句 下次走货 你觉得谁合适 我是不敢定啊 老毛这两天 被基斯的给盯上了 丢了几件手机 赔了好几万 他准备歇一段时间 还有鱼仔 他被鱼儿打伤了 八主现在 是不敢明着露面 我没人可定了呀 莫斯海也发出这个事 这不 今天专程来找我来了 那一位太能干了 显得其他人不入眼了 这个消息 似乎不是一个好的赵涛 焦涛 你以我的名义 给他打个电话 告诉他 给他一份五十万的活 问他干不干 两天后 从港口运到猪州 傅国生不动声色地说着 又看了沈家文一眼 两人心意相通 仍然是一个试探 几家下家都出问题 不得不让人怀疑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焦涛直接拿着手机 捕上于小二的号 脸色变得笑容可掬 口气也变得缓和了 就听他压低着声音说道 于老板 我是焦涛 咱们见过面的 我替傅老板传个话 有份五十万的活 从港口送到猪州 想起你手下兄弟 出马怎么样 什么 忙不过来 什么 老傅的活不接 那为什么呀 还是傅老大提起的你 要不你能有今天啊 什么 老傅是犯 你不干 焦涛脸色怪异地 拿着被人家扣了的电话 傻眼了 傅国生问时 他压的声音更低了 小声了 表哥 他说你是贩毒的 老子不伺候 傅国生扑吹一声笑 刚刚泛起了一点疑心 又烟消云散 傅儿把这句话 告诉了沈家文 这位美女 也言嘴轻笑 对嘛 有时候最让人相信的 就是实话 最让人不相信的 也是实话 看来这位鱼二兄弟 还是那么实打实的 一点都不掺家 三个人吃着 此时好像多少 有了一点胃口 再一次商量走货的事 沈家文开口了 他笑着评价 你这位兄弟 看来是性级 不但急于上位 而且急于发财 不光性级 而且怕死 这样的人 我觉得还是可用的 你知道我的风格 信不过的 驾驭不了的 我都不会用 驾驭不了 也有驾驭不了的用法嘛 他现在声势大 目标大 这本身就是个 很好的机会 沈家文笑着说 似乎已经有所决定 但这个决定 却让傅国生 觉得不妥了 他小声地道着 这个 咱们再商量商量 好歹 我和他有过点交情 是吗 不过傅哥 你什么时候 开始和男人 有过感情了 沈家文这句话酸酸的 傅国生一脸尴尬 焦涛暗笑着 沈家文在暗指 男友寻花问柳的事 而沈家文 偏偏不像小女子 那么幽怨 仅仅是一句点醒而已 焦涛暗笑 难道傅老大 还有点剧内 多人小说剧 鱼醉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